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到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所谓您播出的走吧去旅行 今天来到的是我们旅人故事书的单元 说到欧洲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了很多这个浪漫啊 然后历史啊建筑美好的国家 但今天我们特别要把这个三个小国拉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被忽略的欧洲明珠也就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邀请到的是呢我们在Facebook的粉丝页 三小二鸟的幸福生活 我们的部落客欧伟玲来到空中与我们一起分享 哈喽伟玲你好 嗨你好大家好 哇而且你去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 是带着你的三只小朋友一起前往的哦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两 主要是带老大去 因为小朋友另外两个比较小 那尤其三小国 他其实基本上中文的资讯比较少 所以其实出发之前是还蛮紧张的 当初怎么会想要去波罗的海三小国啊 因为基本上因为我是欧洲空 然后我在挑国家的时候 基本上欧洲都可以 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 开始可以讨论一下我们暑假要去哪里玩 所以我就打开电脑 然后直接用Google map一开 然后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开始讨论 然后就觉得北欧好像好贵哦 那我就觉得那不然我就从芬兰的下面看一下 有什么国家 然后我就发现有爱沙尼亚 然后拉脱维亚 还有立陶宛 我就觉得因为我比较反骨 然后就觉得好特别 我没有去过 而且很少人提到的地方 真的 那我就觉得 那我们来去探险一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名字 比较常被提到了 可能除了体育赛事 然后不然就是一些政治啊 民主部分 我们会听到波罗的海这三小国 这三个的名字在那边绕 旅游的部分 的确在台湾的资讯也没有到很丰富哦 对 中文其实我们在准备出发之前的一些旅游的资讯等等的 其实非常少 中文很少 尤其像中文书的部分也只有三本 包含历史的部分也只有三本 哇 所以真的是完全就是带着一个空白开放的心 到当地去体验跟冒险 真的是挑战 波罗的海三小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它的国家的这个风土民情有什么样的特色在 它其实因为它以前是经过就是德国 然后还有那个以前叫做苏联 他们整个去占领的 所以它其实是很新的国家 因为它在1990年才整个就是独立 对 所以他们的人民 然后基本上我觉得啦 就是很像是没有开发 就是旅游的部分 基本上是很明珠 就是很扑裕的部分 对 所以你会看得到他们的就是很多的教堂啊 它很多的景点 其实你会觉得 因为我前一年是去意大利 那去意大利你就觉得 哇意大利的建筑 或是教堂非常的宏伟壮观 然后华丽 对不对 可是他们那里就会有一点 你会有点感慨 因为他们的东西 其实会有一点比较沧桑 然后可能资源可能还不是那么够 或说趁在成长起步的状态当中 你会有一种很大很大的冲突 但是就是也是比较真实一点啦 对 但是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说 比如说我去意大利 然后去美国去英国 这些观光很兴盛的地方 可能交通接驳啊 然后什么大众交通工具啊 然后住宿都非常的方便 对 我觉得不合地海三小国 会不会遇到这些比较 你知道因为它非职业观光国家 对真的 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它我像我都是 我是计划控 所以我在行前 我会准备很多很多的资讯 是 那可是这一趟我完全没有定 任何的当地三国的交通 因为它其实我会有一点 就是犹豫 有一点紧张 那到底它那边的网站 到底是真的是实际上 是不是一样的 对 那我就干脆就是 我大概有查了一下一些 真的是可不可以跑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对联的 就是比如说A点到B点都是OK的 那我就会到当地的当天 再买我要下一段的交通票 就直接可能到当地的火车站 或者是这个公车站去买票 而且买票有一次我还看到你有一张照片 那个售票庭长得也太不明显了 真的我们绕了一整圈 然后就是找到就是 因为我确定就只有那一栋 然后因为它的就是文字 我们看不是很懂 对所以我就 而且门还是 那边不一定是使用英文 不是他们都是当地 比如说立陶宛就是立陶宛文 爱沙尼亚就爱沙尼亚文 然后那个拉脱维亚就是拉脱维亚文 那怎么沟通啊 其实一般来说 他们如果说我在比较 比较首都啦 或是观光景点 大部分都还可以用 简单的英文沟通 了解 或者就是真的是body language 没错 对我也曾经就是用画的啊 什么来跟人家问说怎么买票 直接手指来指去 拿地图出来 而且他们其实 我有时候会碰到买票的时候 他们会就是跟他讲英文 可是他不一定懂 对 然后你就会 他像我就会有点错 他会挫折我也会挫折 然后就会 不是很那么顺畅 那我只好再找到下一个另外的人 再去问就是我要去哪里买票 或是我要去哪里搭车 多试几次这样子 对 那你这样子在行前 有办法做哪些准备 行前我其实我会把所有的景点 会整个做成一本旅游手册 景点美食交通住宿 我全部都有做 专业的自助旅行达人 就是人尽量做 但是因为我刚有说中文的资讯很少 所以我基本上这一次都是看英文的部分 对 从英文的网站去看 或是探视 我这次还发现我透过用Google的照片 这是很实用的 或者是我只用Google Map 看它附近的街景 对 然后这个旅馆的地址 它是不是符合我要的环境 对 就是这些都是基本一定要去找的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那里就到当地的那个游客中心 对再去拿他们的地图拿他们的资料再来看 那订去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机票是方便的吗 我觉得不是很方便 因为你要再转机 像我们那一次我是搭土耳其航空 然后因为我是希望机票不要太贵 可是即使这样子买的话 也要大概三万五左右 一个人 而且转机真的是转到天荒地了 就是我那一段是我要从台湾飞那个成田 成田飞East-Tanbao 然后East-Tanbao最后一段我是就搭到立陶宛对不对 可是我非常特别的是 它很像是我们是不是搭桶联会走高速公路 然后可能中间台中下 然后是不是有人下车有人上车对不对 我最后一段呢 我就是飞到立陶宛飞到土耳其 那个立陶宛的时候 两个我会先飞到爱沙尼亚 还有京庭爱沙尼亚在飞立陶宛 而且在爱沙尼亚那时候我本来以为 我们都要下车下飞机 可是不是 不是但是你还是整个飞机的人都要下 然后之后再重新登机 没有我们还在飞机上面 然后要下那个爱沙尼亚的人就下 所以很空中巴士的概念 对 然后要爱沙尼亚要到立陶宛的人就再上飞机 然后再一路一起再飞到立陶宛 好好玩哦 对就是这样我们大概花了大概35个小时 你说你从台湾过去 对 飞这么长的时间 对 就真的是快疯掉了 需要点耐心 然后这个时间也要抓得够长 因为你交通就花去蛮多的时间在了 那住宿呢 你之前在台湾有些办法 booking好哪些房间吗 就是我可能会先从booking.com啊 或是说我会在google的部分我会去用搜寻 那我自己因为我很喜欢去找便宜 然后地点又好 然后又干净又安全的住宿 是 对所以基本上这个网站上网络上其实查询的部分都还蛮 我觉得是还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都可以找到你很喜欢很适合住宿 是所以波罗利海三小国 它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讲物价比较没有这么高 对 它住宿费大概一晚平均到多少 那时候如果大概是两个两人房 如果不管是亚房或是套房 大概都可以压在50欧以下 甚至有的还会喊早餐 你说两人房然后50欧以下 对 所以大概就不到台币2000块 对 很便宜 还要谈早餐 对 还蛮亲切的欧洲旅行的 对就是非常 我就觉得哇就是它其实治安也不会像意大利巴黎那种大国那么的软 然后人名风淳朴 是 然后又很便宜 我就觉得哇好适合去自助旅行 真的是一个还没有开发的普遇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它还没有开发 还有还有很多很pure的地方 对 然后人也还不会就是这么习惯一直要跟你销售一些观光用品 对 可是对我们东方人来说会比较陌生一点 可是实际上它对西方人来说 他们其实也是算是度假胜地 可是当然相较之下啦 会比西欧啊 然后或是中欧那边还是人少一些 是在那边整个的治安你觉得算是都还蛮放心的 我觉得非常舒服耶 就是虽然我们会随时去注意有没有一些就是流浪汉啊 乞讨啦或是有些奇奇怪怪的眼神怪异的人 可是让我感觉到整个的氛围跟 我不会觉得很紧张 所以就觉得在那边还蛮舒适的可以自助旅行 真的是可以悠闲的去度假 悠闲的度假 然后走到哪儿车票就买到哪儿 然后逛到哪儿 但听说中间也是有一个有惊无险的故事啦 对 它是什么了 其实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单国的在local的交通 其实它的交通其实是很好买的 可是我那一段很有惊无险的是它是跨国的 就是从立陶宛要跨到拉脱维亚的时候 你是搭车还是飞机 我是搭巴士 对 那那个跨国其实基本上我们搭的人会比较多 我其实不知道 然后因为那一天的行程也刚好是整趟三周的行程最赶的一天 那那一天我也是到当地在买巴士票 那到了时候我也是问了好几个窗口 我就说我要到哪里买票 我要去哪里搭车 然后就是有一点挫折 那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后来是还好有问到 因为那边你会分是local跟国际 那我是要搭国际的部分 那后来还好我有找到了 可是车子也来咯 我就跟司机说 因为这就是直接买了 那我跟司机说 请问一下那个 我要买到那个 我要去阿拉脱维亚的那个里加 首都里加 我就问他有没有还有没有车票 我们要就是要买车票 而且你是买就要买很多张 对然后他跟我说已经卖完了 怎么办 而且一整天 我想说那不然我等下一班好不好 他就说一整天都卖完了 那你要睡巴士站了吗 就是而且我下一段里加的那个住宿已经订好了 我就开始整个开始 第一个我下一段我也没有车可以搭了 然后我的住宿也已经订好了 我要怎么办 对然后这么紧急 然后所有的 所以我退不了 解决了问题就是都一直在脑海一直开始转 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就很好笑的是 那个计程车司机已经站在我旁边 要跟我 不事单单的飞扬泽泽 没错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也想说 这个也是最后一个办法 搭机车车过去不会很远吗 其实大概如果搭巴士过去 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 然后还好后来呢 因为可能可能看我们很可怜吧 然后也有其他的人 一直要买车票 那因为那个我们是暑假去 所以也算是忘记 对所以他就加开了第二台 小巴在我们过去 好险 就真的吓死 而且我们那一趟其实是下大雨 然后我们因为立陶宛它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景点 叫做十字下山 我就刚好在那边淋了雨 然后整个裤子湿搭搭的 然后换拖鞋 然后就很狼狈的在那边等车 然后就是我们几个人就穿着拖鞋 然后一路上大家都在看我们 太文艺灾难片了 在欧洲全身湿透的 然后在这么浪漫的地方 对那其实非常有趣 真的现在想想都会觉得很好玩 当下真的吓得要死 没错 不过幸好真的是有金无钱还有家开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是暑假去的 是因为也配合小孩放假吗 那如果说不一定是要暑假的话 其实你觉得什么季节区 波罗的海三小国也是都还蛮推荐的 因为其实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接近北欧了 所以它的天气 我们那一年是刚好是在8月8号出发 还顺便过夫妻节 对 所以那个到8月中旬以下其实开始偏冷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冬天了 温度掉这么快 对如果怕冷的话其实会希望大家能够在最主要是在7月是最热的时候 对 尤其你不会怕说忘记的人非常多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7月8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去玩 那你其他时间你就会感受到说你一样是在北欧的那种天气 很冷 对很冷 它热的话是会热到像台湾怎么热 还可能就20出头的温度 没有就是大概就是凉凉的 然后甚至你就穿个薄的长袖 就可以了 对就是7 8月的时候 太好了 那去波罗的海三小国旅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美丽的景点呢 其实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风格对不对 你第一站到的国家是 我到第一个是先 因为一般我们会玩是比如说从北到南 那我是由南到北 对那南的话 那我就先说立陶宛好了 立陶宛其实它有很多的景点 主要的首都是Vinnius嘛 那一般我们都会是看 就是只要玩Vinnius 可能玩一两天我都要到下一个国家去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立陶宛它其实有很多的 就是教堂建筑 那还有就是我们有拉到最西边的 去看那个逆大 它一个很特别的沙丘 是像什么样 像就是一个沙漠这样子 对 它就是在海边的一个长条形的那种细湖的那个岛上 所以我们要坐船过去 那坐船要再转一段的那个公车 而且你到 因为它那个那条细长的那个小岛上面很特别 它一半北边是立陶宛 南边是俄罗斯 分属两个国家 对 所以你就可以你可以站在立陶宛然后望向俄罗斯 因为一般俄罗斯签证不是很难吗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也有种我已经到了俄罗斯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这影子有偷偷跨过去 那那边很特别是因为它那里整个就是因为是风化的关系 所以它自然形成了整个是沙丘 就很像沙漠 所以你会看得到就是如果说天气很好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光影整个这样像丘陵的方式 你就会踩在真的细细的沙丘上面 哇也是一个很梦幻的景色 对就很特别 那那里的话其实我们那时候很特别的是 我们那时候去刚好啊 就是天气很不好 下雨 然后就是像上去的时候是刮风下雨 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狼狈的下来 对然后其实那里也有台湾人去过 所以我们不是第一组 可是我敢说我们是就是一天去了两次的台湾人 第一组 为什么你们一天要去跑两次这么爱 因为啊那一天 因为前一天刚好也是类似像这样的天气 然后他们到下午是会有点放晴 那我们上去之后就觉得没有拍到那种 秋陵很漂亮的光影的照片 就下来就觉得有一点惆怅 就觉得我都已经到这里了 我竟然没有拍到那种很漂亮的照片 那我就跟我们先生两个人啊 就边走就走很慢 然后就开始往天空上看就觉得 好像后面的云开始散了 散掉了 好像有一点蓝天了 那我们就觉得要不要再冲一次 因为他是要走一段森林步道 然后再爬一段解体上去的 就是大概上去要花个一二十分钟 就是来回的话可能就要花个半四五十分钟这样子 那我们就决定说要不要再冲一次 冲了冲了啦 后来我们就真的再冲上去拍 那整个就是整个是在蓝天白云下的那种画面就是真的很漂亮 yes拍到了 对就是还好没有冲 反正小朋友有点不情愿这样子 因为小朋友体力的问题 他们其实OK 他们只是觉得说就为了要拍照 然后还要再上去一次 你不懂爸妈这个拿回来就照片剖上去多开心 有一个成就感 对尤其又冲了两次就觉得哇我们是真的是还蛮热血的 真的是很热血 你刚刚说带小孩子去 然后你有时候又都是拎着三个小孩出国对不对 那你觉得去某地海三小国的话 亲子旅游是舒服好安排的吗 主要是因为治安嘛 大家比较会care就是带小朋友又要拉行李什么的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治安让我觉得很放松 对那当然我们随时不管到哪一个国家 你就是要随时又保持警戒 对可是在那里的话我觉得你的警戒心不用那么的重 对所以带小朋友我觉得很很适合 而且那边的人都很友善 他们虽然他们其实会有一点 因为刚从那个苏联的帖幕走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会有一种就是外能内热 哦其实看起来比较冰冷一点 对他们很不孝 可是你如果说跟他聊一下 因为我们会我会带小朋友学一下当地的语言 比如说立陶宛的谢谢怎么讲啊 怎么说 立陶宛的谢谢是阿球 阿球 对就像打翻题阿球这样子 好好记哦 所以小朋友就很容易就学起来 那他们就觉得哇 那个小 尤其有小朋友就是人与人之间哦 你如果大人跟大人可能会有一点距离 有隔阂 对可是你带了一个小朋友 然后小朋友在那边跑啊跳啊 然后对着你笑啊 对 你就会觉得好像当地人好像就对我们会更友善 哦就瞬间柔软了很多这个氛围 再加上你可能就学一两句当地话 就像刚刚韦玲所说的 对方就会觉得 你对我们的文化有兴趣 也会觉得很亲切 对 这样旅行起来就是更可以放松跟enjoy在里头了 那刚刚呢有说到这个立陶宛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 另外还有像一个什么 你有走到一个冰河湖中的城堡 这是在哪里啊 它也是在那个立陶宛首都的Vinius的旁边 它可以算 那我就蛮推荐它可以当作day tour的一个行程 就都待在这边 就是我只要一天来回就好 对啊 然后我就搭他们的公车过去 那它其实那边蛮特别的就是它的城堡 它是就是在 因为那边就是冰河嘛 所以它的冰河的地形是破碎的 所以它就会刚好搭在其中的一个岛上 那我们就要走那个桥 桥过两座桥之后再走进那个湖中城堡 可是其实它那边 因为它主要是碉堡的外形 所以我蛮推荐就是 它的特色就是要在外面拍 对在它的对面 然后从对面那边往那个冰河湖 跟湖中城堡拍 其实会是很漂亮 而且前景我那时候还抓到一个是 那个莲花 就更有意境了 对就非常漂亮 然后他们那里当地的人也很爱玩水 所以它会开着船 而且那时候还 我家小朋友还看到就是 在玩水是不是要穿泳装 对 那尤其女生 外国人他们的女生就会穿比衣衣 那我现在小朋友还跟我说 妈咪他们的衣服怎么穿那么少 就非常有趣 因为带小朋友 他会有不一样 用他们的视野去看 就觉得这个旅行其实真的很有趣 就看到更多丰富不一样的 对啊 真的对孩子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养分 那除了这样子 立陶湾你还有推荐可以去哪边看看的呢 另外还有就是在它中部的地方 就是刚刚我说的 就是很惊险搭车的地方 就是这个什么十字架山 十字架山它在修雷 然后我们那时候从逆达那边搭火车过去 然后修雷那个地方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十字架山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天 它不是天然的景点 它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人民啊 因为就是要对抗苏联的一些历史啊 压阵压 所以他们在那边放了很多的十字架 作为他们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的地方 那那摆了大概有数以万计上千上万的十字架 然后就变成一个山 对 然后所以你走进去 你还会有一个阶梯这样走上去再走下来 其实没有很高 可是非常非常多的十字架 大大小小 好壮观哦 有铁的有木的非常多 然后我们在那边还有看到 就是也有写中文的 对然后游客中心那边也可以 你自己去买 就是让你买十字架 然后自己去放 哦就您这个祈福的概念在 对然后也可以在那边拍婚纱 哦当地人也会在那边拍 就是其实是一种 它其实是一种纪念的一个地方 对 哇很特别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待呢再回到走吧去旅行 邀请呢 韦玲继续和我们分享 波罗的海三小国的精彩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我是恒均 空中为您所邀请到的是旅游部落客 欧韦玲与我们一起分享 这个被忽略的欧洲明珠 波罗的海三小国 韦玲呢平常也在她的粉丝页 三小二鸟的幸福生活当中 与大家分享 她带着三个可爱的孩子们 然后到世界各地旅行的点点滴滴哦 这一次呢 她的步伐迈到了波罗的海三小国 也就是我们的爱沙尼亚 拉脱维啊跟立陶宛 平常听这个名字好像真的有点遥远 可能最近一次听就是一些运动赛事啊 或者再久远一点就地理课本里面有提到 然后韦玲也跟我们说到 其实在台湾你要找到这个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旅行资讯 也不逊那么多 但是不用怕 因为这边的人很nice 然后你总之这个手指指比比 一站又一站也是继续走下去了 对所以就算是这个有金五简白 差点就是没车啦 但是还是很善心的 加开了巴士超级lucky的 让那个韦玲一家人呢 从立陶宛然后前进到下一个国家 也就是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这边的话 你有推荐可以去哪边看看的 拉脱维亚其实我那时候光是在里加首都 我就住了四个晚上 对那边的景点的话 基本上它蛮集中的是在旧城区那里 是 对可是旧城区其实我们一定都会走 可是我们很推荐它旁边有一个大使馆区 那边有一个叫做新艺术建筑的一个群都在那里 所以是有一些就新创艺术家会在这边 就艺术村的感觉吗 它其实不是新创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通常会很常常熟悉的 比如说文艺复兴啊 巴洛克士啊 比较古典的 对可是我很欣赏的就是他们 他们可能跟我一样反古吧 你就觉得好想突破一个新的艺术的风格 所以他那边讲说新艺术建筑 他其实你如果说去看过他的照片啊 他其实是极尽浮夸 然后就是很有特色 他会把一个人的像那种梅杜沙的头类似像那种脏大嘴 然后人脸放在建筑的上面 你说他的建筑本身就放这么狂野的造型 或者说上面刻了很多花很细腻的花 然后就是像上面还有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不一样的符号跟元素 所以你会看到他整排的路啊 两旁的建筑都会每一栋都非常非常有特色 那那里因为那里的很多的建筑 其实我在行前啊 我就用街景 然后一栋一栋去把它标出来 所以必去的地方 对 所以现在Google Map真的是弄得很清楚耶 你可能旅游书上还没有这么多照片 但是你打一下地址 然后就沿着这条街开始滑滑滑骚骚骚骚 就可以发现很多惊奇在 我其实很多景点都是用街景去看的 对 那边的话我们那时候到当地的时候 其实在现场还有看到就是当地的导游 正在一个一个做导览 那那里我觉得很少东方人会走到那边去 那我们那边就是大概就只有我们一组东方人在那边看 可是这真的很很推荐大家可以往那一边那一区走 那另外除了就是旧城区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也很多像 比如说有在那个建筑上面有一只猫 对 它猫之屋 你说它就叼了一只猫上去 对 那其实它们当初是会有一些典故的 比如说它那一只猫 它是因为就是有跟人家 就是主人跟就是见的主人 它其实会有跟别人有起坐争执 那就放在猫上面去对 对着人家 就是表示说它的抗议跟愤怒 默默地用这只帽子 然后眼睛对着它拱起来这样子 对就是非常有趣 因为像这种东西我就会特别去注意 因为我可以让跟小朋友一起就是学习 让他去找寻那个就是各种景点 让他有参与感 而且可以让他更知道这个意义跟历史背景在 他会觉得这个建筑不只是一个居住 或者是这个商业的地方 反而是有它的整个温度跟故事在 对就是非常有趣 而且拉脱维亚它其实这三个国家 那个美女最多的就是拉脱维亚 哎哟 对对对选美的时候好像是几个国家名字也常被拿出来 而且曾经一度就是男生跟女生的比例大概是一比八左右 男生跟女生 女生这么多哦 对而且都是金发必言的 哦 所以他们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如果说五月去拉脱维亚的时候 可以留意一下他们有一个金发游物节 嗯哟 对就是他们会就是都是金色的女生上街 金发女孩 对就是一个庆典这样子 哦 我们在那边也真的看到就是三个国家 然后因为我们刚好有碰到是庆程庆典 嗯哟 那那时候就是会有一些活动啊圆游会 是 那我们小朋友就在那边有儿童的游泳会 嗯哟 然后就很有趣一个画面就是他正在玩他的年徒 嗯哟 然后我先生在旁边 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我跟他说 哎你四周都是金发地 哈哈哈哈 就都很漂亮的女生 嗯哟 对尤其像我们那时候特别选八月去的时候 我就是因为我觉得啊在旅行当中 你如果说能够参与到他们的一些庆典 音乐会等等 你会觉得整个的旅程会更丰富有趣 真的就跟当地的民俗接上线了 对所以像他们通常一个庆城的庆典 是因为他们建国的一个一年一度 所以他会最盛大 他会有什么样像游行吗 还是什么样子的表演在里头 他除了说我刚刚说的儿童园游会 他会在公园里面摆了很多很多摊位可以玩 嗯哟 而且他们玩的方式跟台湾的方式不一样 那玩什么 比如说他会把很多的牧草整个客厅 他会有一个量就是像客厅帐 我们露营的客厅帐摆满满的牧草 里面摆满牧草 对 要做什么 给小朋友自己做稻草人 哦你可以自己捆绑然后把它砸起来 对就自己这样去玩 或者说整个桌子上都会是黏土 那小朋友就会自己去玩黏土 对就是非常有趣 然后可是一关一关其实人都非常多 那还有就是做那种小木偶的那种人偶具 那还有就是游行会有一些就是踩高桥的 我很就他们当地特色的衣服啊 然后就是当地特色的一些人偶 然后就是踩高桥这样去游行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很特别是他们会有市集 对就是在整个他们都会有一个广场嘛 所以在市集那边他会有一个整个很多很多摊位 你可以去买的啦吃的用的所有都可以去那边逛 他市集都卖一些什么 像很多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雕壳 木头雕壳 对木头雕壳 像我们也有去买那个沾酱的抹刀 对那还有就是像我们那时候也有买那个蜂蜜 他们当地的蜂蜜 而且那时候我还有我还问他说 请问一下这个保存期限是多久 他跟我说 Forever 对真的 对他们来说蜂蜜是这种东西是完全没有 不会坏的 不会坏的 对就是真的是纯的蜂蜜 对那还有就是很多像比如说他们很多是玩给小朋友玩的啦 或是说你的一些生鲜的蔬果啊 那边也通通都有 那边的生鲜蔬果跟台湾其实会差异很大吗 其实差不多 可是因为他们那边盛产的东西可能季节会跟我们不大一样 对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菜是我们在台湾看不到的 对 那那边的人就是在市场吃的小吃跟餐厅的东西会差别很重大吗 嗯因为餐厅其实基本上因为物价很便宜 嗯大概一餐一餐的话平均一餐的话大概如果说我们那天那我们这样全家人吃的话一餐大概两三百三四百左右 台币台币你是如果去算你们五个人的时候还是三个人三个人的话对 因为他那边东西大概像我们那时候也有去一家咖啡馆 嗯那我就点了两个蛋糕跟一杯咖啡 对这样的话大概台币两百块 也还蛮亲切的价钱耶 对而且他那个蛋糕好好吃 就是不是那种简单的蛋糕 它是那种像那种拿破仑比较翻 要做一层一层的 对就是做的比较复杂那种蛋糕也是很便宜 哇 那边吃的就是跟欧洲的口味类似 还是他们有自己的饮食风格在 我觉得他们的那边的比较是偏向波兰啊 俄罗斯的一些就是口味 是 所以你吃起来其实会有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吃过的 像比如说你在那边如果看到会有那种粉红色的汤 这个是用什么 甜菜根 对可是它 你会一般我们通常汤就是那种很 我们平常在看的那种 酱色啊奶色啊 可是你会看到粉红色你就会有点不敢喝 对 可是喝了之后因为它有加酸奶 所以那个味道我自己是没有很爱啦 但是它是冷的 对有时候他们会喝冷汤 对它那个就是打一打之后 然后再淋白的那种酸奶 那样这样嚼一嚼吃 这样喝 对那还有一个我就是 有一个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它是那种吐司边去炸 对然后再沾他们特制的沾酱 甜的还咸的 咸的 哇 很好吃 感觉就是那种酥酥脆 所以想拨住就吞口水了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 它是用马铃薯泥打的 对然后就两坨很大一坨 你吃完大概吃完那一盘你就饱了 所以他们那边的主食就是马铃薯吗 他们那边的主食 对就是比较一些冷的东西 那还有就是也是有那种香肠类的 什么雪肠 但也是冷盘 对 那么热的有什么 热的其实他们也是会有饭啊 也是有面 对所以吃你 大家我觉得还蛮合台湾人的口味 对就是除了刚刚我觉得那个甜菜跟它 就是怕的人其实也是很怕 它那个味道在 这三小国的饮食风格会差别很多吗 我觉得差不多 对就是大概你可能在立陶宛会吃到 就是马铃薯的那两 因为通常一盘大概就两坨这样子 它会加什么sauce上去吗 因为它里面会有时候会裹肉 所以你这样切了其实就可以吃 那就是他们有时候也会再加一些 就是酸酸白色的那种酸酸鲜鲜的酱 对所以你可以选择要蘸或是不要蘸 对那而且那边也有一些像 比如说饺子类的东西 对有时候跟我们的嘴角有像吗 有点像 对可是它那边也是就是很 很就是很normal常在看到 在常在吃的东西 他们是吃干的还是糖糖水水的水饺 干的 可是它又不像是水饺 可是我觉得它好像是水饺 看起来就是很像 反正就皮包肉 对 你上面还有介绍到说有什么这个黑布丁 对不对 这是什么 就是它其实黑布丁 我是我是看起来因为有些东西啊我就觉得跟台湾是很不大很不一样的东西 那可是它吃起来啊你会觉得我有些说真的比较特别的东西 嗯嗯就像外国人吃我们臭豆腐可能会觉得有点 口味太特别了 对 所以我们就就就就 所以我刚讲的有些东西会比较是 嗯 接受度 对接受度比较无法接受的 对 那刚刚我说的像饺子类啦 马铃薯啦 或是那种炸面包那种 我们就会比较合我们的口味 很喜欢 对 所以这个反正也是就是出国去尝试一下 对不对 对 波罗的海三小国还有很多好玩的美食哦 先休息一下 稍等大家回到节目 邀请呢欧伟林与大家一起分享 波罗的海三小国这被忽略的欧洲明珠 欢迎再度回到走吧去旅行 今天啊我们要跟着伟林的脚步 前进波罗的海三小国 也就是爱沙尼亚拉托维亚和立陶宛 刚刚也说到其实这边的饮食也都还挺特别的 他们比较常吃一些偏冷的食物 好像欧洲很多国家他们饮食上 可能就面包火腿起司就是 对就是一餐 都是冷吃 然后加上粉红色汤 填菜一根的 大家可以试试看啊 对啦也是一个新奇的感觉 对 另外它这边还有可力饼 它跟法国的跟日本的可力饼有什么不一样啊 它其实就像是 比较是软的 跟法国的会比较像 对我们的可力饼是比较脆的 就是脆的 它是软的 所以是要用刀子这样切的 那里面可能它会是甜的咸的都有 对有时候包个巧克力酱 或是酸奶酱 就是这个可以自己在点餐的时候 可以自己选择 对 所以都是餐厅里面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的餐点 在那边点餐方便吗 因为怕说文字上面都看不太懂 其实它那边的有的店家它会分就是当地语言跟英文 是 对 那或者是说像我们在你家那边它有一间店 它算是像是自助餐的方式 就是你就是拿着盘子 然后就看得到食物 然后就跟它 指给它 就可以点了 这个我要那个这样子 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还蛮方便的 那或者是说像我出发前 我会就像会准备一些照片 很贴心专业的 我就直接照片给它 说哎我要我想要点这个 这一个 对 或者就是看隔壁桌子有什么好吃的 对对对 就是那个那个 反正就是试试看嘛 对 所以美食上面呢也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 刚刚呢韦玲和我们分享到了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现在我们要准备前进波罗的海的第三个国家咯 爱沙尼亚 其实它爱沙尼亚它算是 波罗的海三小国里面最北的 也是最高好近芬兰的 所以蛮多人就是会顺游 就比如说我去芬兰会顺游爱沙尼亚 那首要的那当然就是首都的塔林 对 那其实塔林它那边非常 我觉得那边很棒是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世界遗产的一个中国世纪的城镇 而且它整个的包围整个城镇的城墙啊 都还保留着 甚至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你它还可以有来一段城墙之旅 就是你可以走到城墙上面去 等一下你说这城墙上面不是是沿着旁边走 就是走到它城墙上面会有搭步道 所以你会踩在城墙的大概是中上段 那还有就是你可以去参观它里面的塔楼 因为它以前都会有一些是就是防御型的 对对对所以可以走到里面去 那还甚至我在那边拍了一张就是它可以从里面往外拍 然后就很像是画然后就是你会看得到它的城墙 然后延伸出去的一个塔林的旧城区的天际线 真的很像画非常漂亮 好特别的地方喔 它除了说是这样建筑啊然后氛围还蛮多都维持在中古时候的风格 那在当地生活居民他们的衣着呢 所以好会衣着就我觉得它那边非常的 因为它有一点就是也算是西方人的旅游胜地 所以它那边很多人啊店员啊 他都是穿当地传统的服饰在招揽 就比如说你在吃饭点餐的时候 他是穿传统服饰的waiter waitress在跟你点餐 他们是比较像是以黑白色系为重的那种传统服饰还是 它其实颜色会比较是衣服类比较是灰色的 可是它是都是长女生都是穿长裙类的 对你就会看起来很像是中古世纪的人 好酷喔 对就非常的特别 然后或是在路上他会给你吃个什么杏仁果 拿了拿了一个木头的木铲 然后上面就咬着杏仁果给你吃 可是他是穿以前的衣服 就让你觉得好像真的仿佛回到那个中古世纪的氛围 他刚刚挤完牛奶然后现在给你一些小甜点 就很像你就是处在一个童话小镇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的塔林童话世界中的古城 另外爱莎尼亚你还去了哪些地方 另外像一般我们可能会去到 因为我要去它的第一个最大的岛屿 叫做萨烈马岛 那其实我在去萨烈马岛之前 我会先去一个帕弩 因为它那边的交通其实不是那么方便 而且它也没有火车 我只能搭巴士过去 所以我从帕弩要过去萨烈马岛的时候 我势必只能有巴士而已 所以我就搭巴士过去 可是我出发之前我知道它会经过一段 海路 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到底是下车 然后搭船过去还是怎样 所以那到时候我想说那既然到现场都去买了 那这边走再携走携看好了 那到当地的时候我们到码头之后才发现 原来车子停了之后 它是船过来车子直接上去的 我那时候还笑着说 你说整台巴士上渡轮 对而且我们那时候一起上的时候还两台 所以是两台游轮车进去 超大的船耶 非常就是我觉得很新鲜 而且我那时候还跟小朋友说 你看我们买了巴士票还送渡轮票 很划算 对所以就是大概是搭了大概20分钟左右 然后就原车 因为他们到渡轮的时候 它会让你下车 你就可以上去去买吃的啦 或是去玩啦 或是说坐着船去欣赏一下海上的风景 所以你就是可以从那个巴士上先下来 然后到渡轮上去走走 对对对 那记得就是它会广播就是快要到了 或说你看到就已经快要到了 到对岸了 就赶快要上车了 不然他们就是船一靠岸 然后一开的话就是直接下车了 拜拜 所以你没有上车的话 你可能就要 你可能就不知道到底自己要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记得你的下车的那个车子的位置 对一定要上车 我觉得这也是旅人对自己的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啦 不能每次都想说 啊你也没有大声叫我啊 然后你怎么没有等我 我在想 那都是借口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 而且司机也不会点名 对 司机也会觉得我的工作就是时间到了 我要开走 对 旅客你也有责任 就是时间到之前你要先上车坐好 就是要去注意的地方啦 对 对啊一般平常都是听到的时候 比如说可能是自己开这个小客车 然后有上渡轮 对 然后渡轮载过去 但是这个载到巴士这么大很好玩 对就是游览车那么大 听说你还要想要挑战这个有载火车还什么的是不是 对 因为我知道好像是从德国到丹麦 可以直接搭火车 从德 就是这两个国家对联的时候 可以搭火车火车直接上渡轮 火车这么大耶 那那个船要搭到什么程度 还是把火车凹一凹 可是自从我搭过了之后 因为我今年是去挪威露营嘛 我们是开车上去 所以上去其实很多那种连接车都上去 我觉得搭火车就真的是不意外了 因为它的空间非常非常大 哇太厉害了 好那除了说这个巴士上渡轮非常好玩之外 你还有去一个陨石湖哦 对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 应该算是能叫我说应该是地球上最简单到达的陨石湖 因为我只要搭就是开车到它旁边的就是博物馆 停好之后大概走个两分钟左右就到了 所以真的是很轻松 好而且呢去到这个我们波罗地海三小国 它的物价也不会太高 除了这个我们刚刚韦露营和我们介绍 很适合带孩子去 然后虽然呢刚开始准备功课没有这么的齐全 不过人都非常的nice 所以下次你去欧洲 不知道去哪边的话 我觉得可以把波罗地海放到口袋里面 非常推荐 对非常推荐 我们也谢谢韦露 今天来到空中 与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 谢谢